总有男人在为女人对自己失望了,不理自己了,想要和自己分手了该怎么办? 当男人在问这些问题,说明自己并不想失去女人,还想要和女人继续,还想要挽回女人和自己的感情。 只是你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,才能让女人回到从前,喜欢黏着自己对自己好的样子。 你去找女人想和女人沟通,女人嫌你烦,说让你自己静一静。 你给女人道歉,女人直接不愿意听,直接让你走,你不走,她走。 这时候的女人其实是比较情绪化的,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要怎么做,才能挽回女人的心呢? 不要静着她,要一直关心着她。 当女人生气了,心凉了,她会不愿意和你沟通,也不想看见你,让你让她一个人冷静一下。 这时候不管女人对你表现得多么反感,你一定不要真的静着她。 如果你真的静着她,那么她会越想越觉得没有什么意思,真的不想跟你继续。 可是如果你还一直连续着她,关心着她,那么她会感受到你的诚意, 然后渐渐的就心软了。 送她喜欢的礼物,并诚恳的道歉。 女人会想要离开你,基本上都是因为你的行为伤害了她的心,让她感受不到你对她的在乎。 所以这时候你最需要做的,就是拿出你的诚意,对于你过往的行为,跟她好好道歉。 你可以买她喜欢的鲜花,买她喜欢的包包,买她一直想要的某样东西, 然后去向她的身边对于她介意的事情,诚恳地说声对不起,让她原谅你。 好好沟通一下,保证改正错误。 或许刚开始的时候女人并不愿意跟你沟通, 可是当你一直都表现特别真心,那么她慢慢地窃消了, 也就愿意和你去说她心中的想法。 那些让女人伤心的事,比如冷暴力,比如忽视她, 比如对她发脾气,你一定要跟她保证,你会改正, 你以后再也不会继续那样做,却让她伤心了。 女人要哄,很多时候女人想要离开你, 其实都不是真的想要离开,只是她的心里有了疙瘩。 这时候的女人只要你拿出你的诚意, 愿意好好去哄她,主动去跟她道歉什么的, 那么她往往会回心转意,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 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,你就像再见前任里面的孟女那样, 什么都不做,那么你们的假分手,往往会变成三分手。 挽回女人心其实很简单, 只要你真的不想放她走,只要你拿出你的行动。